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这月初 大家可能在屋下 大雨大热都吃的 有没有喝的 对 今天呢我们让雷达 是我们煮一个下饭的 该口的10年餐 蒜苔肉是30多月斤 不晓得里面 反正那些能吃这个的 都是属于家父人家 还是生活过的 反正三世纪 我还是有的生活过的 但是蒜苔肉上 两个医生说 其实好多都在煮 能把煮好的东西是 确实的说确实不好 蒜苔肉不好入味 如果是你要把它炒入味 肉丝肯定就要炒了 你看过的操作 蒜苔肉丝是典型的巧粉菜 对 但是这个价格很巧 素比混贵 蒜苔肉丝俗用食材 同理解蒜苔 我们将肉先改成片 我一般炒肉丝 都是在盖上买净菜 这几天吃肉吃多了 算了 我们肉少切一点 我们将肉切成丝 少许盐 放着少许老抽 不加少许 肉是要洗的呢 葱姜水要洗做 提前泡好的葱姜水 我们分三次加 可以 倒入 少两多次的 我们要加 是不是 对 第三次来点葱姜水 我们加三分之一个蛋清 因为我们这个肉丝烧 充分的摻大 让肉丝 洗做水分 然后加入豆粉 一点食量 摻大均匀以后 加入葱姜油 便于花膳 然后喝匀 蒜头肉丝 你还要蒸蒜头 它本来就是属于蒜生出来的 这个加了蒜的话 它的蒜香会更浓匀 还家里面直接是皮肤都做出 对 切姜丝备用 然后呢 我们切点甜椒 调水的嘛 是不是 对 切一下哈 切得多 这个就嫩 我们就不切丢了 把微波给它切掉 我们将蒜苔 改成鸡 这样炒出来的蒜苔 有味呢 颜色更好看 放入盐 我们给它腌制一下 腌制十分钟 然后我们冲水 放入盐 胡椒 料酒 姜油 放入少许味精 放入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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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烤烤烤烤焯热 火烤烤烤 并放入肉丝 轻轻的把肉丝刷散 见肉丝三字发剥 以后呢 加入姜蒜丝 放入蒜苔 这道菜一定要焯着骨气 我们加入葱姜丝 蒜苔炒 jobbar后 以后军雪的我们先步起锅 好 漂亮 我看看这个脆 脆不脆 脆 这把一只熟 听下声音嘛 入味了哈 加了蒜的话整个蒜香味更能 哦 高块 只要你舍得的话 烧起来是好吃 这几天真的是该口 香肠拿着吃多了 吃的蒜汤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有年新大运 天天都能吃蒜汤